嗨,理财又班投资,强门专,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又又 这几年呢,就是股债啊,其实波动非常的大 像是2022年的时候,其实跌得蛮深的嘛 那今年就是年初的时候,虽然反弹 可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我要说我自己嘛 就是很多人就是这几年可能开始定期定额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即便到现在虽然反弹 可是你的报酬率可能还是富的哦 所以这个时候你到底要这么做 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我们的基金教母,小碧岩老师 嗨,大家好,是又见面了 对,老师今天要来帮我们谈一下 就是如果遇到,比如说你的基金套牢啦 那你觉得现在是第一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 加码的一个实际的策略 那老师,像去年跌得那么惨,你自己有做加码的动作吗 没有,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大家一定会说,老师你不是今天带我叫加码 自己怎么没加码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在投资的底层中 每一个时间点我会用不同的方式 那我已经投资了将近30年了 我大家一定记住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叫做基金养基金 所以你从每个月扣3000到目前为止 你一个月不会只扣3000 你其实扣了很多我认为很好的基金 而且每一支基金每个月扣款的金额也不会再很小数 所以我根本觉得我没有必要加码 但是我选择用什么方式 我的加码不是说我以前可能会变成提高我的扣款金额 然后或者是说提高扣款的次数 但我这一次都没有,我这一次是选择 当我那一天我认为全世界在爆点那一天 我会去加一点单笔 但是那一个单笔不是每一支都加 我是加在我那一支我要仰天长肖那几支 就是我要放很久很久我才要赎回的那几支 我会多去买一点 我就用这种方式 倒并不是说加码是不对的 这是因为我的情况跟大家不一样 像2020年我的加码方式是日日扣 因为那时候真的跌太快了 而且说我就认为它会应该不会在下面待太久 所以我就想说我很快就想要把我这笔钱给丢下去 可是我不想用单笔 所以我用日日扣的方式 我那时候其实在网站也有分享 其实用大家用日日扣的方式去处理 因为你等于日日扣你也不用去想说明天会不会再跌更多 是一个比较简单操作的加码的方式 就是一个比较快速把这笔钱丢到市场上的一个方式 就会用日日扣 但是那个必须要在你在低点不会太久的时间点才能用这样子 所以不同的时间点其实加码策略会不太一样 每一次下来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像那一次是因为它不是经济因素下来 它是因为疫情 所以我们如果不是经济因素 通常起来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其实你加单笔是最快的 可是我就不想一次丢 我想要丢很多次 就干脆两个日日扣 那这一次知道它下来的因素是通膨 2022年的时候 对就是这一次 2022这一次是通膨 通膨是经济因素 它一定会在下面绕很久 所以你不可能用日日扣 日扣你会扣到起销 对 老师那我想问你 因为你刚才也说你不是每一档都去做加码的动作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一般投资人好了 手上也有很多档基金 会建议哪几档要做加码的动作 我觉得大家懂不懂手上哪一档 哪几支基金叫做好 哪几支基金叫不好 其实第一个所谓的好 我认为所谓的好 就是长期趋势必须向上 第二个好 我们所谓长期趋势向上 它一定是在任何一个景气循环里面 它的多头的时间会大过它空头的时间 那它一定长期趋势向上 所以在网路上在很多的时间点 我都教大家一军二军三军 其实就是帮大家分好 一军绝对就是我讲的长期趋势向上 所以你只要买到这几个投资的市场 是美股或者是台股 或者是全球科技型的这几档基金 都是所谓的趋势 一军然后趋势向上 可是趋势向上还不完全对 你还要再一个 我买到台股 台股有一百多支 你为什么买那绩效最后一支的 那个就不要再去加码 那就是不好 所以我们所谓的好是趋势向上 而且在同类型里面 它必须排名是靠前的 那种你才来加码才有意义 是 老师你可以分享一下 比如说义军刚刚讲说 像美股 台股 科技股 那二军跟三军 三军就是跟原物料相关的 所有跟原物料相关 比如说东欧 东欧现在已经买不到 也不要再买了 然后拉美 什么石油啦 这些黄金啊 这些都是属于跟原物料有关 它就是三军 其实它也不是不会长 它在去年通膨的时候长很多 问题是它一个景气循环里面 它的多头就那么两年 其他的时间都是空头 你这个做起来太累了 很辛苦 那其他所有我没讲到都是属二军 二军它的状况会是怎么样 因为一军 它就是借在一军跟二军中间 它可能空 多空的时间 有可能是各半 各半之类的 是 老师那你实际的加码策略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 像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 疫情关系你是日日空 那如果像是 像今年像这个状况 或是一般正常状况 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 到底是什么情形的时候 我们实际的加码策略应该要这么做 第一个你要先区分 是不是经济状况 是经济因素让它下来 只要是经济因素下来 它时间都会绕得比较久 就是最好最保守 至少两年的时间 你要加两年的时间 这样子你有一笔钱 你觉得你要加码两年 你会怎么去区分 应该就大略可以算出 我每个月可以多多少钱 但是我常常讲说 如果你的资金 当然你资金算清楚 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资金算不清楚 那你如果愿意加在好的基金上 就像我刚刚讲 长期趋势向上 绩效又爬在前面 说真的你加到没有钱了 你少扣一点 它也不会怎样 它也还是会回来 它就不会套很久 可是如果你加在 那个比较不好的基金 你加了很多 然后你后面又没办法加码了 然后又停扣了 其实你会套更久 所以总之呢 你只要放在好的地方都OK 就好像我刚刚讲说 我这一次用的方式是 单笔加在我认为 我想要放很久的 仰天长少的 对 放很久的基金 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管它 它现在到底报酬率 我加了那几支 加了那几支 报酬率是正还不 反正无所谓我要放很久 放很久 它将就有一天 它就是趋势向 它一波比一波高 其实我要放很久 它有一天就会变很好 我只是在增加我的单位数 老师那你看 如果我们今天先判断了 这个第一步是你先判断 现在空头的因素是什么 假设我们判断是经济因素 你可能就要有长期两年 要做加码的心理准备 对 那这个时候 这两年之间我是要 最简单的方法应该还是说 参在每个月 参每个月 如果我想要比较 有一点操作性 然后在比较低的时候入场 有没有什么样的指标 可以参考 我们通常不会在 一开始下跌的时候就加 大家常常会问我说 我到底要 什么时候开始加 其实你不觉得 加码这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已经告诉你 要挑对 因为加码很多人都会 进入另外一个迷思 我就是把它抹平就对了 我这一档好烂 我就是加了把它抹平 我能够打平出去我就开心了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 我们加码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不是为了去加你很烂的基金 让它最后不会亏钱 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在谈的时候 是不是一开始就告诉你 你要加在对的基金 然后那个不对的基金 早就该丢了 不要留着好不好 越留 越成丑好不好 我来留去留成丑 然后这是第一个 我们目的要清楚 第二个 你要知道我本来扣五千 我要变成扣七千 你就要告诉自己 未来的两年 我都要拿得出七千块 不然你就不要做这个加码的动作 那到底是多少加 问题就来了 都知道这个概念之后多少加 加码跟你的钱有关系 跟你的勇气更有关系 你要知道我现在负三十 开始加 感觉可以 因为跌的已经够深了 我开始加 问题当然就出现负四十 你怎么知道不会出现负四十 甚至很多人这一波下来 好多基台出现负五十 你要不要加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跟你勇气 可是加 对不对 对 可是问题是当下你心里会不舒服 所以 资金跟勇气 是决定你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加 加多少最大的因素 就是这两件 但是我常常讲 但是大家好像不能意味 你可不可以负四十就开始加 也可以 如果你钱够多 对 但是你钱不够多你干嘛 付十就开始加 你可以付二十啊 你就晚一点 但是你又觉得说 可是我付二十开始加 没多久就上去了 大家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每次常常都会觉得 我少家 我少赚很痛苦 你都不会想到套牢更痛苦 我觉得套牢比较痛苦 但是大家只在当下想到 我没加我就少赚钱 少赚钱一点都不痛苦 钱没有加进去放在银行 不会被摇走好不好 没有那么难受 但是我们就是 在我们自己心情可以接受 每天晚上睡得着觉的状况下 去做加码 我会觉得成功的机力比较高 而且投资是愉快的 不是要让你天天很难受的 这样你就根据不要投资了 我帮老师归纳一下 就是老师其实刚刚一声说 你当然你要加码是OK 但是你要先确定这个标的是好的 而不是烂的说什么你去加码 让它抹平 你要找到一个好的标底 然后再来老师刚刚建议说 第二个步骤应该是 你要去判断现在的空头因素是什么 如果是经济因素造成的 那你如果想要加码的话 你就要有长期的 比如说两期 最好是两年 这样会比较保守一点 然后你在加码实际策略的部分 其实老师刚刚这样提的话 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你可以直接拉高 你每个月定期定额的金额 但如果你资金不够 比如说你每个月没有办法拿出 同样的这个金额的话 你可以画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老师刚刚其实提到 比如说当你看你账上的报酬率 是-10% -20% 或是-多少%的时候 开始做分批进场的动作 然后你的勇气越足 资金越多 你就可以-5%也可以开始 就开始加 那如果你觉得不足 你就后面一点 但有人说我一定要等到-50% 但-50%有时候不会到 可能等不到 你就讲不到了 所以通常就是达到一个比较 我会觉得啦 如果是一军的好基金 -20%应该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 二军呢 二军什么时候可以加 二军根本不买 不加 老师不买 不买也不会加 好 而且加了也没意义 好 老师那我想两个问题要补问你 第一个是 如果这个人他就是 也没有资金加吗 什么也都不会做 但他是不是最起码 在空头的时候 他定期定额是不要停扣的 当然停扣这件事情 是我们定时定额最大的忌讳 就是停扣 但是有些情况下 我们也会叫你要停扣 你买到烂基金 你不停扣 你还要扣下去吗 对不对 所以通常在比较上面 你就会做这件事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买了一支 一军的好基金 跟一支二军 扣到现在都没钱 对 怎么办 你还不如把二军停了 拿来扣一军 这样子你把钱放在更好的地方 你会赚回来的速度更快 会比较快 对 应该是要做这样 要太弱留强了 好的 所以刚刚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真的没有签加吗 你记得还是要 定期定额不要停扣 但是如果老师刚刚讲 有一个状况 是你要抉择的时候 记得留下那个好的 那老师第二个问题 我要补问 就是有些人的做法是 比如说他每个月定期定额 那他可能就会说 可是现在市场好像 还会继续走空啊 他就会选择 比如说先停扣 然后最后到了 觉得低点的时候 再一次把原本 这中间停扣金额投入 你既然那么会看市场 你干嘛当时会做电视 平常懒多 你自己是神啊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迷思 通常他就把被子 变成很厉害的专家 你既然那么专家 你怎么会让他 现在是富的呢 你应该是 在前波高点就卖光 现在是空手吧 然后等到低点 我再进场吧 你怎么会有这样子 富到这样子 然后再来抉择这件事 别傻了 不要骗人了 其实有很多人在家嘛 我们刚刚是不是教大家 说看自己的保仇 也有人会看什么 五年线 十年线 什么一大堆线 对不对 其实我并不是说 这些线不好 或者说他不对 我只是觉得这些线 放在个股OK 放在基金是不OK 他放在基金 不会那么的准确 你要知道 我们常常发现一件事情 今天大盘涨 我的基金怎么跌 对 所以你觉得你这样看对吗 好像就 不大对 因为基金它有很多种种类 它不会是跟大盘 也不会跟五年 因为五年线 十年线 月线 什么季线 都是大盘嘛 但是我们基金 不见得跟大盘的走势 是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你还不如回到 基金本身的报酬率 最准 就看你自己的账户 到底是多少账 对自己的账户最准 是 好啊 老师谢谢跟我们分享 就是有关低档加码的一些观念 但老师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下半年的课程 我下半年的课程 在史玛之学网里面 有开一个 进阶 进阶班 那进阶班呢 是很欢迎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它每个月上的课程 都不太一样 所以没有什么时候 加入的问题 随时都可以加入 我们前半段 上所谓的市场 资讯的分享跟分析 后半段我们上 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专题 所以非常希望 各位同学 朋友 大家来上课 好的 就是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也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会把 萧老师的一些相关课程 放入我们的资讯栏 那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阅一下 就是参考课程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 谢谢萧老师 谢谢 拜拜 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